大家好,我是队长VL 现在是不是很疏爽呢? 我身处在南洋酒店 今天原本是和经理人Stication 在这个酒店设计了两个月 一个挺划算的 七百元不用,有晚餐,有晚餐,有自助早餐 玩Stication 当然要有活动走山 今早和BT走一个非常棒的路线 我们一次过掃了十条解碑石 近期一个热卦,突然发现多了三条 我今天沿着一个坚尼地城 和他掃到跑马地这边 酒店待会再介绍 我们现在去看看我们今天早上走什么路线 大部分人走这个解碑石都会选择在跑马地那边起步 由于我要配合在铜锣湾Stication 所以选择在坚尼地城那边出发 我们在坚尼地城的港铁站私出口下车之后 沿着Force街,Vitoreto,去到这个西陵街 去到这个西陵街临时游乐场 我们会见到第一支的解碑石 这里就是我们正式的出发起点 Hello,大家好,我是队长VL 现在身处在西陵街临时游乐场 这个临时游乐场临时了很久 我们今天会玩什么呢? 去追寻这一堆1903年遗留下来的维多利亚城的解碑石 之前大家都知道有七支 如果有玩过或者有看过之前的影片 我们的V162H25比赛 其实已经贯穿了这七支的解碑石 近来被人挂挂挂挂挂了三支出来 据闻其实有一支 很早期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只不过收起来 没有拿出来 就是闭事公主同好 但近来摩星岭和龙虎山都浮了出来 结果一浮就浮了三支出来 今天我就和BT去掃挂这三支 希望整条路线可以贯穿这十支的解碑石 全程大概是初步量16公里左右 看看能不能走到16公里了 我们现在出发 我们在西宁街的临市游乐场 穿上楼梯级 上回到玉多利 走对面马路 大概上斜路50米左右 就去到入山的路口 上山位置 OK OK 这位上了 这位上到的 这个位置 是我第一条走摩星岭的片 出现过的 这里都可以上到摩星岭的山顶 不过就比较闹事 这条路 一闹事 一闹事 BT就很棒 左边可能是上当年的摩星岭的民房 上当年是寮屋 可能是寮屋 看看寮屋 或者是寮屋 平房区 其实都有些小绿标柱 这些可能是有很久的历史 刚刚你问我 有没有这么快到 其实看回地图PORT的位置 已经在你附近的左手边 可能是几十米距离 一路上着楼梯 我PORT的位置大概是上了楼梯之后 200米的左手边 就是那条的戒壁石 即是最新发现那条 但未必一定是200米 扣进去最正 我们一路走一路留意着 左手边 有没有帥仔的路段 因为我们一走这一天 和被人公布找到的一天 大概隔一两天左右 有没有时间 这些人很沉迷 这两天 可能有人在这条路上很开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有没有路口 分叉路 欄杆两边都有路 欄杆 欄杆 人工修载出来 我们转左手边 其实左手边一直都是平房区 当年的平房区 这里会看到有个CW51 食環柱的牌 不知道是不是 当初是共用牢头的东西 真是不懂 OK 我们在这里尝试包进去 这个位置 像一条干干了的山间 这边有路 右手边有路 左手边有丝带 这条丝带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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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相信 比较关系 比较关系 这个标介石市 因为很多我们以为是新的路 之前都可能已经很多人走的 很多行山的前辈玩 所以比较关系 自己找自己路 好了 这些脏脏脏的东西 可以当是适应 但是随时免得走 好 继续上 这段镜头尽量拍密一点 有绳 这个位置 有竹 有干海藤 开始要打橫移 不多角有路 低一点位置 好像有个橫移位 跟你这里 OK 好 今天好在有BT同行 原本想一个人来的 多个人 做事多对手 这些就不是一般的交游路线 没有那些 左线有差别经验 哎 几个袋了 已经有了 就不要 捏得这么试 停一停 上面好像有路 我的左手边 又有条路 OK 刚刚 于看完 等高线差不多 我们选择继续上 是 不代表有路 是 我们纯粹说前行方向 日下未必忍有路 对 这里可以试 这里可以试 先拍一张位置 这里有条红色的尸带 有一个比较大 一些的石 OK 我所说的 另一条路 那边 我们上行多一段 都像被人开一条路 OK 好 一直捐过这些干海藤 记住这些藤 有些已经很脆了 OK 拿下去的时候 自己感觉一下 OK 刚刚关机的时候 BTS前面描述 感觉到条路 那些树曾经被人剪开过 曾经有些行山队 或者探索的朋友开了路 但是开了路 不是等于二路 只是一些藤 竹 没有那么刮手 刮脚 感受一下尸带 OK 很新正 很新正到的程度 应该是 这一两个月里的事 是鼓励人来的 真的 有些难度 OK BT刚刚再提我 我们不是鼓励人来的 纯粹 事实上真的出现了 真的有人是有兴趣的 包括我自己 所以才拍下它 量力而为 这里有点斜 跌得死人的 先拍下大家 滚下去不会死的 但是断手断脚 可能会毁容的 不要乱这么试 打卡这些位置 其实都不是一张漂亮的卡 OK BT在上面 看着这条路没什么 但是它提了我 那些竹 看到了 是有尖垃的 OK 不要乱那么握手 握着脚 踏着脚步才行 手是辅助的 还没完 差点抢一抢 好 先过去 好 没有时间 我们由刚才那个 平方居的楼梯 级位置 转进来 大概都走了 十分钟左右 好 这段开阳些小 看到些小竹能的情况 沿着前面的竹 继续去 这条路不是路来的 要驾 找一只脚才能走 好 成功了 BT说上来 我们看到了 最后是看到这堆竹 OK 多谢前人的开路 这条路 对我们来说 算是一条走到的路 BT已经在拍照了 但是我还没看到 在这里 OK 哇 这些隐世了 看到吗 很新鲜 始终这里 在荒谬的位置 没有人搅拌它 好 来到了 不过我份人比较长气 要来个温馨提示 哎呀 差点滑一滑 历史是抹不走的 OK 今早早我看新闻报告 就是讲一些教科 讲历史的 故事的新闻 其中有个官员 我不是自己作出来的 他说的这句 历史是抹不走的 OK 这些都是香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一部分 大家来到呢 不用帮他抹 不要搞坏他 就行了 纯粹做参观 你们要摆姿势 让我拍他 好历史 OK 我们就走那些就算了 不是每一样东西都要做完 尤其是楼下巴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况且 没有人告诉你 只有十条 难道你不是去找第十一 和第十二和第十三 那些留给一些 真的有识知识做 OK 拍照打卡 拍照打卡 OK 那么辛苦来到 和戒壁石 拍照 刚才 其实我看得到的 游客而上再掃一手 其实是有字的 这个位置是1903 这个是戒壁石那几个英文 看到的 但始终是一百二十年历史来到 是不是 看得不清楚是正常 好 好 离开这枝最新被发掘的戒壁石 OK 摸摸它 摸好了 不要乱画东西 我们决定 怎么样 是 是啊 我们决定沿着向上走 出回大路 因为这条路都开扬了 OK 好过向下走的 刚刚听有人声 还没有人下来 大概时间 早上九点零十点 现在 我们沿着竹林上 一些光透进来 画面都相当不错 而且这段上的路 好像比刚才下来 希望后段也是 OK 我们看到有野猪 原来这些事实实实的 不是人 不是人来找大碑石 是野猪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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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继续 没有 大家都客气了 大家客气了 他应该走了 拿着竹林 也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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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BTI告诉我 这些坑位 刚才我以为 曾经有人刮那些 冒浴的位置 BTI应该有机会 是野猪 他们自己刮一些 平坦的位置 来休息之屋 是这个 好了 越来越走向文明 看到一些 颓缓败牙 看不见 很尖的粒 1.5cm 那么长 再步去文明 还有两支玻璃窗 人声 这棵费不耐历史 是不是树造的问题 我那个树筋很厉害 这棵板树旁 有一支石屎建筑物 这里 这不是很累 很多粒 刚才勾住帽 刚才勾住帽 今天勾住帽 的时间 我发觉这边也有路 我走这边了 穿到那边 要捉住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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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捉住这个洞 前面 看到楼梯级 很大公平 好了 接回大陆 这棵树有很多次侵蝇 在这里 过来 线过去 当我们看到两边楼梯级的时候 又看到一棵 这棵可能也有些历史 年代 看上去 这就是上面下的入口 沿越楼梯级上 大家看到吗 耶稣缸 好棒耶稣缸 沿越耶稣缸 往上走 原本想要简单一点 捉完这枝戒笔石之后 就落到下面 Viktoria道那边 去波夫林道 第三枝 这枝戒笔石 但是穿到这个位置 我们不需要下去 都差不多到这个摩星岭的顶 我们会沿着摩星岭的山顶位置 落到贝水库位置 如果没有记错 贝水库就要搬 好像叫做摩星岭的贝水库 先说一下 好了 穿回来 向前走 不久就是 早前来玩过的摩星岭营地 先更正 刚才那个贝水库位置 不是摩星岭的贝水库 是坚尼地城贝水库 即是观龙楼的后面 我们会落到位置 再穿出去波夫林道 去走我们第三枝戒笔石 这条斜坡 上次在这里玩完 BT观察力高 他看到有些锁链位 上面的雕堡 可能是想当年要拉一些东西上去 拉一些东西上去 因为呢 正常一个斜坡 应该有去水位 有一些洞在那里 这是马路 但是马路走不到斜 是啊 有胎痕 可能是那些路面的斜 四驱 再来到这些 有个圆座位 在这 墊号 是啊 再一次来到这个 二战期间的展示遗迹 另一边有路 我们从这边下 这个位置有介绍 在这边 在这边更加清楚 看到这些炮椅 炮椅是什么 没有啊 这边有五粒 眼睛也有五粒 前面这个位置也有一些炮椅 对 对 更加清楚 那些很粗的螺丝 整罐可乐罐那么粗 这个圆座就是炮椅 我们不直去 我们今天目标为本 沿着这个魔星岭 好像叫神运客劲 魔星之右劲 右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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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事遗迹 对 我们左手边直下 又被他发现了一些遗迹 二战厕所 看到一个 你不觉得是一个厕所 我没关系 我聊了很多次 又是 你走进去看看 这棵树的位置就是蹲的位置 哈哈 都不奇怪 后面是一些刑舍的地方 对 没错 没错 有发烈 有电池 对 有些雷沙 很有趣的木棧道 这么多 这些枝枝 先聊聊 魔星之有劲 终结 右手边 出马路 我们沿着左手边 会近一点 到这个 堅尼地城 佩水库的位置 这段 魔星之有劲 魔星岭山 就不太高 都有一些战事位置可以走走 但是 一直上山 都是马路为主 那这条 魔星之有劲 魔星岭之有劲 那是 相对计 原始点的山路 有人修辑过 这条路 不算太懒 经历人之前都走过 他都说好玩 穿过一条沟 经过一条坑间 看回观众楼 那边的位置 沿着楼梯 就是佩水库 这个位置 我之前来也不觉 但是 Bt的观察力强 他看到几粒圆滚的东西 他又是挡水 前面那里也看到一条 楼梯的 是什么用呢 很明显 这是水务处计 这个 一粒粒圆 问一些做水务的朋友 知道吗 离开这个 佩水库上面的 足球场 南球场 1964 即是战后15 好了 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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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边 就是出了引水库之后 超远坟墙 二重 香泳 三山 这里有个介绍 波富林 超远坟墙 超远坟墙 旁边 有有有 凡前没有来 左手边有条斜路 下回到另一边 马路边 有有有 凡前没有来 下回到另一边 下回到这条 是视美飞路 接到波富林 没多久会看到第三条 解肥石 好了 我们考虑一会 最后 我决定也是下回到这条 因为上面的桥 好像是那条 但又是水墨设施的维修桥 那我们就先下回到这条 视美飞路 转右才对 转右 走一旁 就转左边 转左边 好了 那边是波富林 直到前边隧道口窄 那条第三支的解肥石 波富林 地图位置应该在另一边 先过这条马路 第三车 好了 练完第三车的戒备石之后 我们沿越波富临到上下一只就是龙虎山 这车是新发现的车 刚刚路边这车的黑字是很清楚的 BT估计这一车应该是搬过的 因为之前也听人说有几支是可能被移动过 但我就不太确定是否了 Anyway 现在向龙虎山方向出发 上山位置 写着翠林苑后面这条的楼梯级 好了 沿上山路上迫山径 我们上来迫山径 转左边 好的 这条景有曼公主 BT刚刚新发现这两车他都走过的 他说在这里省调得爆上去 影响到头位置先 好的 这一车柱 BT说他上次不是这样走 但他觉得这条山间是可以爆上去的 我们现在先探一下路 这条先 都未算是爆上去的 都有一些山径小路 就是有人走开的路 好 这条是非常短的短片 BT说 但我觉得都ok漂亮 有些隐世竹林的感觉 又用隐世 同样 这里有一些遗迹 不知道是石屋 还是石椅 那些什么 又来到一条干间 腰环过去 这条干间就是那条 就是那条 就是那条 就是那条的意思 即是本身那条柱在干间附近 对面有楼梯级 对面 先爆上去的路 好 才可以再上去的地方 我们先爆上去的路 BT说 BT说 BT上去了 我们回望回来 刚刚过了一条坚 在对面过来 都看见那条路 对吗 这位置 这棵具似树 几个大棵 一棵 左手 左手 你的左手是什么路 没有路 没有啊 BT不说我 我又是真的违不到 看到镜头前面呢 这些是蝴蝶的涌 刚刚有只蝴蝶在那里 停在那里 帮我拍一遍 第一次见 梁哥有一只 破涌而出 蝴蝶 看不到 这一层啊 哦 有一层涌 梁哥 你见到蝴蝶在那里 是吗 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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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击击我 哇 天爆林 密度没得密 这一层啊 我有对话说 这一段爆林 是BT同情加插 是完全不关事的 是可以转一段路来到这里 它沿完大家机的画面 也是个沉悶 特意搞一段空路给大家 大家可以抹掉它 没撕带 什么都没有 走这边 这一段的路 充分反映了我队的队友 是多么信任 它叫我爆就爆啦 如果我刚才爆之前 有看一看的地图 我是应该 不会跟它上来的 很明显是 不关事的 因为 简单来形容 我给大家看地图 是一个C字的路 只不过我们就 橙穿了过去 去另一边山径 现在我们就在主要山径 另一边呢 那一段的爆林 就真的需要了 因为这条柱子是在 林里面的 OK 那条柱子被人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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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开了 他觉得那些全开了 不要玩 特意捆我 来一条 未有人开发的山路 神经病 好了 来到路口了 这个位置 早点被人说过 箭嘴 已经被人抹掉了 还是那句 不要乱在石头铁 这条柱子被人全开了 刚才B.T.说过来 相对来算 开了很多 那条柱子被人全开了 虽然说滑了 这里还有箭嘴 在这里 继续上 这里很多 有辣的树 非常多 有大有小 有大有小 不要捏到手 这条柱子 没多久 来到我们今天行程的第四支 我们叫做龙虎山的戒碑石 羊羹沈进来 B.T.在正面是见到有字的 1903也清楚看到 好了 老规矩 拍完照之后 我们沿着上面上 上好个落 这条柱子真是疯狂的 这条柱子真是自然自愈 这条柱子没有刚才那么好玩 这条路已经开了 摆明明 刚才是刻意地捆我 走这条柱子 这条柱子 好了 上面的路段很快 看到前面有扶手栏杆 即是漂亮的栏杆 已经穿到大路了 我们走了四个 两个新两个处 好了 十支完成了四支 有剩六支是什么一回事呢 当中一支是我没去过的 在聂高顺山附近 上来下 黑顿道 我们下一支是 OK 那我们下一支是黑顿道 而 除了聂高顺山那支是没去过之外 有一支我都没去过 那支是一支烂标来的 就在马路边 一个油桶的后面 那 打下来的会容易一点点 好 来到这个分岔路 我们左转 前面看到这个牌 黑顿道维多利亚城 介绍 刚才在前些少 我们刚才转了 不久 就看到了 我想一百米松 在这里写了 1843年正式定为维多利亚城 但这些戒碑是1903年 即是立了城之后 都成了60年之后才立碑 好了 搞定了五个之后 第六支是在太平山顶道 旧道 路口位置 这里过去大概是2.2公里左右 可以轻转过去的 好了 不要直去 我们转左 好 分岔路 如果直去 后一点才再上 这个章宝尖孤洞 对 如果现在上章宝尖孤洞 就在这里上了 看到吗 梯吗 有梯吗 这边上了 这边上了 接回到古道的位置 我顺着走的位置 不是这边呢 走多一段山路 之后都要进去 我记得是在这里 RGI走这边 OK 我们选择了 走多一段下面的路 好了 我们选择了走下面 章宝仔孤洞 就在我们的右手边 上就是小的位置 成水平的 我们走到前边 到最终都要接章宝仔孤洞 防多网 最好 最好 这个石笼大 很大 是的 我们通常看到那些 是一个网格 那么大 就是在鱼塘那些 这个可能是 四四十六 十六个立方造成 四个立方造成 是的 它的好处是可以疏到水 顶石之余 下面的洪宅区 安全居住 都是靠这些网 看到这间黄色的屋 我就想起我们的太平北波 看到太平北波 刚刚想起 有个留言 问我太平北波难 还是北钓手岩难 这些问题其实很难回答 不如去哪里答 钓手北 钓手北 但是钓手北 不要去 现在没有绳子 首先钓手北 现在没有绳子 不要去 OK 其次是 其实两个都不同类型的山 你很难直接去比较 太平北波 短很多 还有难位 一两个 但是钓手岩 那些 一直在路况 都是困难的 如果你真的拿着冲鱼 我搭卖给你 是钓手北 难一点 但是我觉得 不是一个合理的比较 在这个位置 先描述一下 为什么要描述呢 描述了什么呢 在很早期的时间 我们刚刚提过 那时我认识了BT 我认识了BT 我认识他 他还没有很认识我的时间 我们曾经商议玩过比赛 Round the Island 就在这里直过来 那高手就sir了下去 我们当时头段 都是一个很深刻的回忆 那次我们走错了 差不多九个字 一条六十多公里的比赛 那时真的想离开 好了 看到梁亭 离开这个张宝仔古道 好了 我们又转去旧山顶道 Hello Yes, he's so scared 好 转去旧山顶道 大概20米距离不够 看到我们今天的第六之柱 看看自己在哪一边 在这边 都很清楚 好了 离开这棵戒碑石 我们下枝是在马记仙峡道的油桶后面 好了 转回来 地利根德里 直去 我们去马记仙峡道 我们地利根德里之后 我们沿着梅道的右手边走 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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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行行路 加快脚步 这段梅道是转少的 其实可以沿着地利根德里 早一点下山位置 走下段的普鲁燕径 就会好走一点 好了 接上马记才下到这个U-turn位置 找油桶 油桶的位置 旁边是这个 马记仙峡道15号 树巾遮住的位置 应该就是它的柱 找到吗 好了 马记仙峡道15号 二四三号油桶的位置 传闻之中 曾经这个位置 是一枝戒碑石 大概是这堆树巾后面的位置 但是现在就没有办法证实了 不会看到任何 蜘蛛马迹 OK 那 有没有特别的东西 有没有特别的东西 OK 说到这个位置 不会看到任何 1903的字 在那里出现 大概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继续去 保云道那边 继续去看看 有没有 蛛丝马迹 好 沿着马迹仙峡道 转回到这个荷兰径 左转进荷兰径 左转进荷兰径 横过一条山间 刚刚横过一条山间 离世的地图上 没有显示的 好 出来荷兰径 另一端 走完一条荷兰径了 我们上布里径 上布里径 来到 哥布里径 来到这个位置 地上有一堆白色粉 刚才引约看到有丝带 这条路 下回去 这条路一直都存在 并不是因为 那个 戒坯石而被人刚刚开出来 有条线 有个白色符号 右边跌下去 所以就 水手冷脚 这个位置看得到 外出有比较高的距离 这条路很过瘾 对 相当过瘾 这条路很过瘾 一条坑 是不是叫坑 对 有人说一条坑 一条坑出来 对 很大工程 很大工程 这条直望出去 水务设施 有些 有些 聶哥顺山食水配水库 有些 行山友的温馨提示 小心 电线栏干 有些 有些 小屋 有些 仔细心点看 有些后馆 Bt 或是工房 看着外面就是配水库 好 这条樓梯级 如果我们先早一点 在一条樓梯级的位置 地图上 显示樓梯级 就是直通这里 有机会 好了 转左下去之前 我们看右边 Bt 站住的位置 也是一些 古旧的水务设施 过滤 野猪 有些野猪 豆 所以有些豆 还有水 对 下面有一个 沟窿 左手边走 经过配水库 顶附近 直到 就是 玫瑰江学校的位置 我们之后的 戒碑石 就是玫瑰江学校 后端附近 这里是综合 食水 配水库 应该是综合 配水库 才对 好了 来到另一个水务设施 1935 刚才我描述的 聶哥信山 食水配水库 在再低一点的位置 这里我们也要找一找路 我们沿着豪宅的后面 直行 看看是否可以穿上山 上面 接上去 这个真的 是聶哥信山的 食水配水库 1969 看到1969 继续沿着旁边直去 我们不要围着边走 这里有山径 落在下面 沿着山沟 已经看到 好 这些鸟术的石 并不是戒飞石 是这个怪石 这个不是石子 这个是一个 波板 波板石 有一个石 对 这么有趣 这些石 黏着地下 这块石 不是 这块石 滚在这里停下了 停下了 好 来 站近一点 看看 有些形态 这块石 什么 好像一个头 随时滚下去 对 靠它顶着 看它顶着多久 这块石 真的像滚在一半停下了 不是开玩笑 真是四方八面 都没有抑挤着 还有这么高 看看 回望石的后面 有一条山径 这个时候 应该有些名堂 有些形态 对 对 看出外面 很开阳 这位 刚刚持着波板 真的随时滚下去 不是开玩笑 好了 为了下面的居民安全 我找了一支竹 在这里顶着它 应该顶着三五七十年了 我们继续找路走 上去 上去 OK 我们不是沿着波板 我们是石的右手边 沿途也有些丝带 不过没有关系 未必关系 好 竹林小径 这是古道 对 对 这些真是古道 你看看这条攀坠 对 对 上面有一条攀坠 对 上面有一条攀坠 在那条汉奸 对 这条山径非常明显 这是有人玩的行山径 这条路很漂亮 也不太难走 但地图上 显示的是一些黑色的路段 所以黑与飞 只能作参考 两边都有路 对 我们是否像沿途 好 确定 离开这条古道 有条南加黄的丝带 这里下去 就是我们点了 歌顺山那条戒笔石的位置 特别是否像沿适 那些人都没有出现 那些人都没有出现 这条路 有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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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了,聶哥信山的戒尾石 这块石应该很早期都被人发现了 不过没有公开的意思 你看到路况大概会知道 这些字在哪个位置? 在这边 在另一边,在石的那边 这些没有被人收集过 摸到一块,但看不到 1903 这个位置,1903 好了 这里再远一点看,更加清楚 现场看,会看到的?摸到 再仔细一点看,这里有几棵树被人砍过 看那个... 剪了? 这些是新剪的 这棵树的年龄 后面有一棵树山阵 我们沿着落山方向走 这个人应该看到山径 你觉得是吗? 刚打到那里,看到吗? 看一看 看一看 现在我们沿着玫瑰江河厚的方向 看一看 看一看 地图上面 下半段是没有路的 不是下半段是没有路的 刚才来的地方也是没有路的 一直到前往是看到建筑物的 还是看到 10点钟 8分钟 好,到这地方 已经看到 下面有一些 篮杆的地方 不难走出的 看到 好了,到玫瑰江学校 后面的位置 我们沿着... 刚才落山的位置 左手边 这个山坡 小心走过去 一滑下去就掉死了 小心點 看看我們身處的位置 一直在學校的外圍 然後沿著這個架 這個架旁邊下 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下山的位置 可能是今天全日最夾的位置 沿路走 這一段我們絕對 是 絕對絕對不贊成人 這樣下來 看了就算去了系列 出回去學校的口端 沿著鐵絲網的外圍出去 下水橋直走 會看到鐵絲網 看到欄杆 看到很多柱 左邊走 來到這個位置 鐵絲網 出去 好了 過了大渠的鐵絲網之後 再靠左走 過山間 好了 橫過這條的山間 高一點點 有位置不濕 前面這個學校 我們不要誤入學校範圍 這邊 過山間 沿著水管底走 好 你沿著哪裡走? 這裡沿著 然後下面 一定是 閘前面外圍 有位置 你沿著前面外圍 對 有位置 我們經過鐵閘 我們沒有需要入鐵閘 用鐵閘的旁邊走 好 外圍 一直沿著水管走 繼續沿著旁邊出 這裡外出就是玫瑰江新村 還有玫瑰江學校 我們沿著旁邊 直去 直去的方向就是寶雲道 問題是走不走的 BT就上去 他說OK的 叫我照上來 鐵絲網的愛衛 玫瑰江學校 之後我們沿著 學校或者玫瑰江村 旁邊的山瓶 即是我們的油手邊 繼續走 開人翻車小六點鐘 整段路雖然圍著玫瑰江學校 旁邊走 但是絕對並不是一條容易走的路 看了就走就好了 好 出回來 大概兩點多鐘 還有兩支 好 請回我們入山 或者出口 就是這個位置 後面有些山景挺有趣的 可以找人試試在這裡 入山 路口這個御峰的對面 好 原來圍著玫瑰江落去 就是那個一塊的 戒壁石 寶雲道戒壁石 Hello 這麼巧啊 是啊 喂 這一塊應該是最容易找到的了 寶雲道 無數 夠維多利亞城 其中一塊 戒壁石 好啦 掃了九塊 剛才那塊 聶哥順山一塊 是非常之吵架 落山那段 看了就算了 如果真的要來的 如果真的要來的 如果走 剛剛那條路好 原來搞很多 落是有少許偏離了 不是偏離 預計會預計 那條路都是硬碎出來的 總之落 剛才我落這段的地 真的算是硬碎出來的 如果真的來的話 沿路走會好一點 那條路都OK的 沿路走合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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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過我們經過大坑道之後 走一段走南塘道之後 再塗回去奇連坊 之後就接乘和道 落到跑馬地 短一點 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走short cut 奇連坊 這條是H25的比賽路線 OK BT提回我 H25的比賽路線 我都很忘記了 這些都有一定歷史的 好 落來梯級 落完梯級 又再繼續直堆下去 依然是奇連坊 走一段奇連坊的sort cut 之後再接回南塘道 我們選擇了提早轉入城和街 基本上都是和這個南塘道是成水平的 那我們就早了一個路口轉彎 一樣到一到 玩了五個多小時 終於跑到王藝沖道 最後一支的戒碑石位置 其實不計身發現那三支戒碑石 這條路線基本上是一條很出名 幾多人會玩的跑步路線來的 說真的 除非你很有行山探路的經驗 如果不是新的那三個戒碑石 無謂特地過去 看了當去就算了 來到跑馬地馬場旁邊的戒碑石了 有什麼感受 小玩 挺好玩 始終找些東西來玩 五個半小時左右 完成了今天的戒碑石之旅 十多K 之後麻煩給大家看一下多少K 有一點戒碑石了 有一點戒碑石 他自己提醒我 要穿長褲 我多溫宜 有多少個叫我穿長褲 他自己這條長褲 原來就是這樣 OK 因為歷史 所以跑這條路線 歷史是什麼呢 歷史就是一些發生的事情 無論你喜歡不喜歡也好 都是沒得改變的 既然沒得改變 我們就去接受我們曾經發生過的歷史 玩就玩完了 現在吃一點點東西 接著我們下半部分的旅程 下一部分的活動是什麼 我先和BT去鵝頸橋的熟食市場 幫忙一下 近期街市上的熟食市場的經營環境 非常困難 大家如果可以的就去幫忙一下 吃完東西之後 我就和BT分道融標了 上午玩完高難度路線 下午是時間探一探 來回Staycation 好 趁我還沒搞亂的房間之前 都掃個鏡頭給大家看一間房間 這個就是行政客房的大床 OK 彈一下軟不軟熟 OK 是我的相機避震性 這邊是書桌 先關上那些鬧窍的東西 好 剛才走完關上那些鬧窍 書桌 有一張椅子 剛才看到有咖啡機 有Capsule 相當不錯 對於喜歡喝咖啡的人來說 書桌送過去 有USB插頭的插鬆 看看景點 這個應該是馬場景來的 時間現在是4點多鐘 這個位置 剛剛可以看到馬匹充線 剛剛我們在前面這堆的位置下山 完全看到的扯旗山 看看衣櫃裡面有什麼物資給我們使用 必須要的隔膜 拖鞋 冷的時間還有棉胎 這邊還看到有浴袍 有些朋友很喜歡住酒店穿浴袍 我就一般的 OK 有浴袍 都是大浴袍 連電子房也有 我走完十條戒筆石 不知道有沒有輕鬆 打完一圈看完房間之後 換一條短褲 為什麼呢? 今早披荊斬擊 走那條路 很多地方是要鏟臨 所以準備去長褲 因為換一條短褲 準備去健身房玩一下 這個套餐 完了 剛剛應該出片的時間 我是用了700元樓下 訂這間房間的 這個是不是行政套房 好像是先到先得 可以看回我資訊欄的連結 有興趣的話 我純粹覺得OK才介紹給大家 聰哥倫 到街市買些水果做宵夜 接著經理人 回到來剛剛好 是時間吃晚餐 好了 這裡就是我們今晚的晚餐 很得然 不知為何它是room service 我們有 有8個餐選 到處中我就選了這個 香煎 珠安 珠安 還有這個千層麵 這個是什麼千層麵 法式千層麵 其實還有幾個選擇 不過我猜你會喜歡吃這個 所以我選了這個 湯呢 中湯理 西湯是蘑菇忌廉湯 不是 黑松露蘑菇忌廉湯 哪有黑松露 招牌 但我吃到黑松露味 我選西 西 OK 好可愛 夜晚的餐 就是room service 明天早餐 早餐自助餐 就在下面吃 聽賣相看 我覺得 七個水不用有這一個晚餐 有間房間 還有早餐 真的性價比高 OK 上來吃 這個不好處就 沒那麼舒服 始終椅子 都不夠高度 好處就是 private 因為 private 吃飯時間 我們就不拍了 味道已經可以 如果不可以的話 待會再開機 給大家 沒有甜品 如果多了甜品 應該會好一點 但我們是不是買了芒果 沒錯 我已經吃了一個芒果甜品 剛才這麼大的芒果 你吃了這麼少 我又減了 OK 下面就是街市 就是鵝頸橋街市 剛才 減了減後 是否會減爛了 因為很划算 我剛才買了10元 4個芒果 當然這裡不是4個 是1個 4萬1個 OK 不說了 吃東西了 開餐 正在吃燈 開機 這個豬胺OK 這個豬胺夠軟 這個 芝士煎層麵都OK 其他那些我沒有吃過 不知道 湯OK 西湯不錯 中湯還沒喝 檸檬茶還沒喝 還沒喝 還沒喝 我們是沒有機格拍飲食節目 我們在這裡 這麼私人的地方 才能暢所欲言 在開放的地方 我們都是說的聲音 就是不敢大聲說 很好吃 我也覺得很好吃 這次開機是我要求開機 我現在最後再設置鎮地 才再吃 room service 的好處 就可以整碟這樣吃 拿起來吃 我想說 這個餐是有意外驚喜 是有酒店水準 不是 這裡是酒店 是有OK的水準 真的比較軟 因為可能現在的感覺 好像是在吃外賣 但是想到不錯 這個千層麵 真的很好吃 好吃 這個牛股腔很好吃 我反而覺得 對 我們很多時候吃 覺得麵包都一般 不知哪一間吃 覺得麵包很一般 就是這個麵包很棒 在韓國和蒜蓉味 蘸湯很好吃 在房間吃 原來可以這樣 很好吃 在下面是不OK的 不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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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第二天早上的青棕 這個就是我們的觀看 看出去會看到馬場景 大家看看 外面充分反映到這個神棕 在香港島南區的人 就算有了港鐵之後 都會面對塞車 這條龍不動都不動 真是大劑 外面的童軍會 和太平山頂那邊的位置 看見都不錯 我們現在是住在頂樓 28樓的高度 現在就準備出去吃早餐 早知早餐 鍋子我和43老公 這個早餐特別 它是自助式 但當時是任實 他們就叫了中式、西式 我覺得這 crews的安排也不錯 不用搶到膩 或者搶起來 還要幫我把碟頂頂 做得几整齒 不夠吃 可以再它pture 我覺得可以的 點心有些什麼 點心的評判應該有蝦餃 燒賣 牛肉燒賣 燒賣一般酒店的燒賣 不要太驚喜 覺得好像酒油 我覺得西式比較穩 煲的挺好吃 看樣子西式有多吸引 不像這麼少東西 我們先點一下 待會再點一下 吃點吧 時間到大約1點半 我們準備檢查了 我們的檢查時間可以到 2點過後 套餐是可以24至26小時 但我們就不玩得那麼準 總結一下 今天我們這個房間 我覺得是有驚喜的 他們的疫情控制可能比較嚴感 晚餐有在酒店房裡 如果不是酒店房吃 在餐廳吃 我覺得是一個超水準的晚餐 早餐今次都可以的 好處就是 有人設定送上來 不用去外面選 但不好處就是 他們的份量很大 我吃了一份之後我吃不到其他東西 有好有不好 另外沒有辦法 健身室 因為疫情關係 它關閉了 其實整體都可以 我們今晚這個房間 是一個 他們叫做 我不知道叫做 行政套房 總之就是最大間那間 那時候我是 叫做 快小優惠 每天不知一間 兩間 最早訂才有 優惠過了 大家都可以之後留意 我想之後做這些套餐都是這樣 上下而已 我們訂是600到500 如果不是做 我想好像是1000元樓下 我覺得CP值都高的 樓下晚上很多地方吃東西 因為我昨晚和大家玩直播的關係 我就沒有下去吃宵夜 樓下有一大大檯檔都OK的 再走過一點 就是那個叫做 鵝頸橋熟食市場那邊 基本上都很多地方走 很近Timesquare 剛才走過來說 應該是5分鐘左右 很高度來 那是一個 挺好的 氣的選擇 原本今早想去跑步 跑馬地馬場 有我們的隊員 但是又是不知醒 那 所以來算 都是一個 挺不錯的 我們現在 離開酒店了 我們出去找東西吃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這條 Stickation 再加上我這個 十條的 戒Basic的路線分享 下條片再見 拜拜